哈喽大家好,我是地产天下新盘体验官马雨秋 在上海400万能住什么样的别墅呢? 哎,你看别墅我在宝山就找到了这么一座别墅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云露之城这个新楼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别墅项目 究竟是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一看就听吧 我现在销售小鱼鱼,叫小鱼鱼里面请 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区位吧 您大概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属于宝山区的罗列镇 这个项目叫云露之城 它是在这个沪泰路以及罗列镇交界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位置 然后小区的那些情况给您大概介绍一下 首先是交通 交通的话它主要是分两块 一个是自驾路线 并一个是公务交通路线 公务交通路线的话 然后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上到外华那一块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交通路线的一块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商业配号 目前是这样的 我们项目编的话是有三个成熟的商业配号的 第一个的话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上坤上街 大概是距离我们800米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这个大树花在我们南边两公里左右 然后第三个就是美兰湖那边的一个湿级莲 距离三公里三公里这样子 这三个都是已经很成熟的商业了 那除了这三个之外 我们项目自己这块开发上自建一个五万房的一个购物中心 那目前是罗电这边配套最大的一个商业广场 所以说后期小区业主在这边生活肯定是非常方便的 学校是这样的 目前因为我们是罗电镇的房子 它对口肯定也是罗电的学校 目前学校的从幼儿园到高中 这边都是有可以救赴的 像幼儿园园的话它是有六所 表面有个四方幼儿园 然后正上的话有罗电幼儿园 还有金罗号幼儿园 因为比较多没标准 总共是六个 然后是两个公里的四个私立的幼儿园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沙盘 这边请 这个是我们一个沙盘模型 方位是上北下南 左西右东 我们现在是在瘦头上的这个位置 然后刚刚讲的我们的一个商业配套 就在我们小区对面这一块地 然后它大概是五万方的一个纯体量 总高是五层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货物中心 边上这些是零散的一些商铺的 然后 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零散的商铺 然后这个主体应该是叫云露天地 别墅是我们的R7 也是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个这个产品 别墅的话它这个是要总高六层的 是叫叠加别墅 叠加别墅 对分为上中下三叠这种 然后都是有电梯的 然后面积段的话是上叠105个平方 中间是122平 下面是124个平方 这样的一个户型面积 然后 单价的话大概总体的一个均价 是在3738这样的一个总体的均价 然后比较便宜的就是中间的 这个中叠大概是333的一个单价 这样是比较便宜的 这个就是124平米四房两层三位的别墅样板件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别墅它是分两层的 然后这个是一楼的一个平面图 这是楼上二楼的一个平面图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里面一个装修的一个改的一个风格 那这是一楼 一楼的话从这边进门 然后楼下这个边上的话是一个厨房 再往前是餐厅以及客厅都是朝南面的 然后楼下的话设置了一个老人房 以及还有一个卫生间 这是一楼的一个结构 然后从这边边上上楼 楼上的话就是从这边上来是二楼 楼上的话它是三房两位的一个结构 两房朝南 然后一个书房朝北 另外还有两个卫生间是朝北的 那这个整体一个结构 待会我到里面可以看到 这是样板房展示的嘛 交付是纯毛皮的这样子 可以到里面看一看 那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吧 我们先来看看厨房吧 这里就是一个L型构造的厨房 这里可以洗菜切菜 然后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进行烹饪了 这地方就有一个预留的冰箱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洗手间 这里就是一个带有淋浴的独立浴间 它是供一楼使用 我们来到了客厅 这个客厅是层高有3米05 你看大家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方正的一个客厅 而且这里会有一扇非常大的落地窗 相反是直接通到了一个花园 它的采光度是非常好的 夏天的话基本上白天都不用开灯 会非常的舒服 这个花园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位置 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大 如果是我的话 这个大花园我要把它全部变成鱼池 因为在二楼可以直接在下面钓鱼 会非常非常爽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地下室的采光的一个天井 现在因为是这个样板房底下没有进行一个装修 所以我们目前还看不到 这里就是一间卧室 一楼一楼的卧室通常会把它做成一个老人的休息室 因为它不用上下楼 会非常方便 那边的自带百月窗呢就是一项交付标准 会非常非常实在和划算 我们上楼看看吧 现在我们就到了二楼 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就是一个小卧室 然后这里有一个飘窗 它可以作为一个午后休息的很好的一个区域 在这个飘窗的旁边 大家可以注意到有非常多的这种储物的空间 可以放一些孩子的一些小玩物啊 跟书籍之类的 我们继续往这儿走 这边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书房 大家如果不想把这个变成书房 有其他的想法的创造的话 可以把钢琴啊架子鼓啊 以及变成一个孩子游乐的一个场所 它的利用的空间其实非常大 哇这里是一个非常通口的一个主桌 这边就是一个阳台 哦想起来了 在这个阳台二楼可以直接钓一楼的鱼 而且这边还可以BBQ烧烤一下 这边的景观也非常非常好 嗯 好棒啊 这边 天呐 那个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衣帽间吗 这就是应该公主生活的位置啊 两排 我觉得空间还不够 往里面走 这是一个自带浴缸的一个卫生间 我觉得很棒 这里放一个小台子 可以把自己拿开来放在这玩 还可以放点书 我觉得想住起来还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 放到这里可能会有很多小伙伴会饿走 而在上海这样一套课数好不好 其实首先要考虑一个交通 它的这个距离离那个7号线美南湖的距离就非常近 而且它未来会外接高架桥 会连接外环的高速 它进程会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还自带一个非常大的三个综合体 所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些买买买 说实话 最重要的是不到400万 在上海就这样一套课数 我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人的梦想 所以现在这段时间就是要看 我希望应该可以去除去 你会不会走 那么像湖一样感觉 我可能会会试一点 那么像湖一样 一样的影响 不像湖一样的 郊不像湖一样 感谢观看